大家好,我们刚刚推出了第32期看中国会员专刊 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本期专刊的部分精彩内容 主旋律大片《长津湖》,耗资巨额,阵容庞大 以朝鲜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宣扬所谓的牺牲精神 但却因为严重违背史实而引发广泛讨论 那么电影《长津湖》中有哪些内容是对历史史实的严重外曲呢? 此外,历史上的《长津湖》之战 因为中方伤亡巨大,令中共自觉脸上无光,一直少有体积 如今,当局却突然不再避讳,搬出《长津湖》,鼓吹所谓牺牲精神 这种反转宣传,中共是如何做到的呢? 再有,当前美中陷入对峙,它还气氛紧张 《长津湖》的出炉又有着怎样的政治需要呢? 本期杂志封面文章《长津湖精神》是牺牲还是血迹? 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度分析 近来,中国大陆多省市出现大面积无预警的拉闸限电 多方分析认为,大陆电荒是由于中国禁止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 造成煤炭短缺,发电不足 对此,旅居德国的著名水电环保水利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博士提出不同看法 他爆料,当前的拉闸限电是与中共高层内斗有关 电力行业是李鹏家族的势力 此轮拉闸行动是有计划在进行,向习近平秀肌肉 目的是在政治上,要力保李鹏之子李小鹏进入中央政治局 详细内容请见本期杂志文章 王维洛专访,拉闸限电内幕,李鹏电力帮派向习近平发威示警 清末民初,市局风云变换,国民政府缔造艰难 尤其自民国二十年开始,共匪内生叛乱,日本外企侵略 国家环境最为险恶,居民生计最为困窘 就在此时,孔祥熙先生临危授命 先后任工商部长,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副院长等职务 与最高领袖蒋公中正,齐心协力,多次使革命大业转危为安,使抗战军事转败为胜 本期杂志文章,孔祥熙,帝财政黄金时代,建抗战头等功勋 为您讲述孔祥熙先生的事迹,回顾那一段岁月的种种艰辛与成功 苏比列湖是北美五大湖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比捷克共和国还大 苏比列湖被印第安人称为巨大的水域 这片水域可谓风光隐隐,特别是由21座岛屿组成的使徒群岛 不仅有着海事洞这样的自然奇观,每个岛屿还都有自己的故事 本期杂志文章,世界最大淡水湖,苏比列湖,将带您一起游览苏比列湖 一同感受自然界的奇违壮观 今天的专刊简介就先到这里,欢迎您加入看中国荣誉会员 即可收到会员专刊,更多精彩内容等着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